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防风辉 今天被军事法庭认定犯受贿罪、行贿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恕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,持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,追缴赃款赃物上缴国库 防风辉原名马咸阳,1998年晋升少将军阶,2005年7月晋升中将军阶,2010年7月19号晋升上将军阶 之后却在2018年因为贪污案被中央军委开除军级,取消上将军阶 随后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更多关于防风辉被判刑的消息进行锁定新闻时事报